红蝶新的速回系列紫皮 更沙的实战效果来了 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 首先说一下我的第一感觉啊 就是我以前好像挺喜欢鲜鹤的 但是看了这个实战效果之后 我发现好像更喜欢它了呀 是的 更沙这个美人像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在它的身边呢 一直环绕着一条透明的小金鱼 然后头上戴着的好像是紫藤花 衣服上也是刺满了各种金鱼和浪花的刺绣 我觉得这个皮肤的建模还是非常满意的呀 而且再仔细看一下它的斑若形态呀 它的斑若形态 这个面具 哇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挺符合我心目中的斑若形态的一个形象啊 然后这个紫皮的特效 我觉得做的还挺用心的 在门向的时候是身边的金色小金鱼 斑若形态的话 你看在攻击以及这个移动的时候呢 都有这种类似于浪花的一个形态 而且在交互的时候 你看还有这种特殊的特效 哇 我觉得这个紫皮真的很用心啊 还有看到很多小伙伴说 这个更沙有点类似于白无够金皮的减配版本 我觉得客有千秋吧 毕竟一个金皮一个紫皮 但是一个紫皮质感能做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更沙这个速回系列的紫皮 能不能使用紫皮解锁卡去解锁 是不可以的 因为速回系列紫皮目前好像是只能用回生的 四周年的送的那个紫皮解锁卡呢 就没办法解锁这个紫皮了 但是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六折卡 到时候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能不能用回生购买的时候 直接打个六折也是很不错的呀 同时呢在4月14号这个皮肤上线的时候呢 之前的速回系列紫皮包括杰克的好孩子啊 守牧人的牧之谜呀 以及大富的这个紫皮 速回系列紫皮呢都会同时返场 那大家对于这四款速回系列紫皮 这次你会怎么选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们下吧 感谢关注这时男孩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